地方其實改成 Format 改成 Format 我們前面應該有印象吧 第一步的話一樣我把它重寫一下 所以上面註解當成比對 那所以 Print 刮斧 然後 Print 什麼東西呢 一樣是先跟它講那個規則 所以雙一號裡面就規則 規則裡面就是放四個切割 我跟你講五個切割完的資料 五個的話你就給五個大刮斧 中間加 Do 點 所以我輸出的這個型態是 第一個資料編號先放 Do 點 再放姓名 Do 點 再放他的生日 Do 點 再放他的血型 Do 點 再放他的什麼呢 電話有沒有 OK 所以大瓜虎表示我將來要放資料的位置 後面的話就把它點什麼 點 Format 我要格式化 Format OK 瓜虎 後面的話就是放你要放的那個資料 總共我們有五個資料 所以前面如果有五個大瓜虎 後面的話請你就放五個變數 分別放什麼呢 先放第一個 第一個的話是 List 2 的編號 0 的部分 也就是編號就是蘭 就是第一蘭的部分 豆點那就是第二個 第二個的話其實就是什麼 一樣的東西 把它複製過來好了 改成一 也就是放應該是姓名 這個裡面放姓名 然後再豆點 所以我習慣是什麼 把這個複製過來到這邊 改一個改成二就可以了 然後再把這兩個好了一起複製 這樣的話這邊變成什麼 變成三 這邊變成四 OK 用 Format 來做串接 那好處就是說將來 你就可以不用去顧慮到什麼 資料裡面的形態 如果不是文字的話 那你就不用轉型了 所以這個地方特別注意 Format很重要 那把它執行 理論上應該得到的結果 也會跟剛剛是一模一樣的 也就是我要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 那五個的話 那資料就從List0到4幫我放進來 他就幫我格式化好了 OK 好 那這第一個把它改成Format 第二的話我們資料已經過來 可是問題我還沒寫到資料庫 那我要怎麼把這些資料通通寫到資料庫 接下來的話我們就必須 把那個之前那個新增的 這個部分的程式拿來當範本 那你會發現改哪些地方 首先的話以後如果你要新增資料庫的話 前面的三行 應該是講前面的 前面六行包含註解 這個應該都是固定一樣的 所以你把它Ctrl-C 有沒有 所以上面的六行Ctrl-C 然後把它放哪裡呢 放到剛剛這個模組的上面 意思就是說 我現在已經讀進來了 那接下來我要把它放到資料庫 那可是問題我需要一個資料庫 所以我這邊的話就是 一樣 我們就是建一個Ctrl-01.db的資料庫 當然你這個名稱改也可以 不改沒關係 把它放一起 那第二個的話怎麼樣呢 你需要把資料寫進去 所以你需要什麼東西呢 你需要一個Table 所以一樣是Create Table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之前我們叫Table01 那現在把它改名 因為你現在 之前Table01只有兩個欄位 放不下 所以我們必須什麼 把這邊改一下 名稱叫Member01 或者其他名稱都可以 如果你怕 這個太長你改別的名稱OK 然後後面的話需要幾個欄位呢 總共呢 剛剛是兩個欄位 那現在需要五個欄位 五個欄位的話 需要五個名稱 然後跟五個資料型態 OK 以前的話可能要想 最好是打英文的 打中文有時候會有一些 相容性問題 如果你還是懶得去想說 到底用什麼樣欄位名稱 其實會有一個很懶的方法 就是學習Excel Excel的懶名叫什麼 第一懶叫A懶 第二懶叫B懶 所以以後五個懶位 如果你懶得去想 你乾脆第一懶叫A懶 第二懶叫B懶 第三懶叫衣服類推 其實從這裡也可以 從Excel上面可以 學到一些偷懶的方法 所以為什麼Excel這麼多人喜歡用 因為它讓你很懶 真的 它其實是資料庫 只是說它把那個資料庫 一般人比較不需要的東西 都簡化了 你不需要知道 第一個 你不需要知道資料型態 你放什麼都可以 第二個 什麼懶叫什麼名稱 你不需要知道 因為它已經告訴你 A懶 B懶 C懶 有沒有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工具 會這麼受歡迎 不是沒有道理 所以如果你的東西要受歡迎 一定要讓別人變得很懶 那東西就會賣得很好 對不對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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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這個只是這樣子 所以有Member01 然後A欄 A欄 B欄 那形態的話是什麼 反正如果你不想要講哪個形態的話 你全部用Test也OK 只是說 如果編號一般是用Int 會比較OK 這邊的話 AB 然後再來什麼 CDE 所以我習慣是把它複製 然後這邊加豆點 有沒有 中間一定要加豆點 然後這邊把它改成C 這邊改成D 然後再加一個E 這樣就OK了 所以我們裡面的話呢 就等於是有五個欄位 OK CDE OK 那A欄的話 因為它是編號 我是建議你乾脆就把它改成Int 數字 整數好了 OK 第一欄是整數 其他用文字 好 這樣我就建了一個Table了 所以 這樣我就建好了 建好一個資料庫 建好一個資料表 剩下來的話呢 我需要做的 再來第二件事情 就是把它寫進去 可是要怎麼寫進去 特別是新增這邊的話呢 這幾個 那我們從第八行一直到第十二行 你可以把它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程式的下方 最下面這裡好了 貼上 但問題來了 Einsert into Execute 特別是 卡密只要一次 比如說你寫五十筆 最後卡密一次就好 不用每次都卡密 所以我們需要怎麼做呢 把後面的這幾行程式貼到下面之後 請你把這個 Einsert into的這兩行語法 把它按一個Table 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回圈裡面 為什麼 因為我必須什麼 每 讀一個資料 寫一筆資料 讀一個資料 寫一筆資料 所以後面再來的話 Einsert into 你就把Einsert into的這個 Table01改成什麼 Member01 記得字不要拼錯了 然後Values後面的話呢 特別是有關鍵的地方來了 這個地方就要有五個資料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 利用剛剛的這個Print這邊有沒有 可以把這個Print上面的 這個瓜糊裡面的東西放過來就可以 所以其實你可以有沒有 把Print裡面的這些東西 複視一下 OK 然後把它放哪裡呢 放到Values裡面 這邊 這樣的話它等於就是有五個資料 12345 剛剛好放進來 OK 就這樣 其實可以把它直接貼 我印象中是可以直接把它貼過來 然後尾巴的部分 確定好像這個 多一個瓜糊 這後面的話 因為Print多一個瓜糊 所以尾巴這個瓜糊拿掉 OK 那基本上的話 我們就可以把資料快速寫進去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所以第一步先確定 可以把那個資料先讀進來 第二個的話呢 把新增的部分呢 上面跟下面等於是拆開來 放到裡面去 OK 試試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然後 一定要 一定要 長得像這樣 反正就是 insert into 然後這邊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叫 Member01 Values 後面的話就必須什麼 必須要給五個資料 OK 所以你那個 語法一個字都不能錯 這個地方如果錯的話 那你的資料就寫不進去了 最容易出錯就在這裡 所以呢 我們要改的話 基本上 記得 1把這個地方 把它按個 TAB 要放在那個回圈裡面 所以這兩行放裡面 然後2的話呢 就insert into 我剛剛講 這邊把它改成Member 01 Values後面的話 特別注意喔 還有一個規則 可能要特別特別小心 如果你的欄位 假如是text的話 我前面講過 你insert into的話 前後都要有單引號 如果沒有單引號的話 那 會寫入失敗 所以喔 我們會需要五個資料 那這個寫的部分的話 特別注意就是 這邊呢 請你用 第一個大瓜糊 這個地方我建議 我完全 一定要建議就是用那個format 如果你不用format 如果你不用format 來寫 那這個地方會 非常非常困難 而且很容易出錯 那五個欄位的話 第一個 一定是大瓜糊 所以第一個是大瓜糊 第二個欄位的話 第二個以後的話 一定是什麼 大瓜糊 外面記得要加單引號 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裡面是放文字 因為我們前面的 這個 create table的時候呢 就是create的五個都 就是其中 後面四個 是那個文字 所以記得後面都豆點 然後再來的話 一樣 再加第三個 所以我用那個複字貼好了 這幾個 用複字貼過來 所以就產生第一個是mate 第一個 integer 前後不用單引號 後面四個呢 前後都要單引號 再來我把資料帶過來 那個資料的話在哪裡 其實就是剛剛這個 點format 所以其實 做完這個之後的話 其實比較 脫爛的辦法 你可以拿上面這個 print這個 點format 然後分別把瓜糊 list一二 list二裡面的一二三四 一直到後瓜糊 就好了 最後面那個後瓜糊是print的 不用複字 把這一串複字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個底下就可以了 貼到這邊 意思就是說 我把什麼呢 把它縮小一下 我把一二三四的資料 分別就幫我把它 塞到這個裡面來 塞到這個裡面來 有沒有 這個是放這裡 這個放這裡 有沒有 一直在推 這個放這裡 總共五個資料 那幫我放到這裡來之後的話呢 意思就是幫我insert into到哪裡 到member01 所以 第一個回圈 insert into 就第一個會員 第二個會員 第三個會員 第四個會員 一直在推 但是呢 我建議 如果你做完這個動作之後 不太有把握的話 我建議你先不要執勤第15行 你可以把書房這個地方註解一下 然後把它改 改成什麼 改成print print print什麼呢 print成那個sicle stream 就是你假設你沒有把握 我是建議 你可以先把這個sicle stream print出來 然後看一下這個結果對不對 print的結果看一下 也就是它這個語法 一定要講 一定要講 是對的 不知道是對的 它的結果一定 先把上面這個print關掉 上面這個 print先不要 我們先print什麼 print那個sicle stream就好了 把這個sicle stream print出來看一下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它的語法一定是要是insert into 哪一個table values 然後呢 它一定是刮弧 後面的話呢 一定要是 編號呢 因為是integer 所以前後 不需要有 單引號 那 再來的話 姓名前後確定要有單引號 前面要有 前面的 開頭的 跟結尾的 一定要是一對的 因為之前同學常常漏掉一個 或者是說呢 編號 多了單引號之類的 OK 反正呢 如果integer就不用單引號 如果文字的話 前後都要單引號 那你先確認一下 後面有沒有刮弧 有了 那結構是正確的 那再來的話 你就怎麼樣 再把這個關掉 print print sicle swing 改成這個 這個時候的話呢 就可以確認說 我要把它寫到裡面去了 試試看 那理論上應該 知青 看到結果應該是寫入成功 OK 那怎麼知道有沒有寫入成功 裡面資料呢 當然我們可以 幾個方法 你可以利用那個之前講過 你可以用那個 SQL 那個SQL SQLite Browser 去把它開起來 我記得好像在下載區裡面 我之前 這邊有 SQLite Browser 你可以像上個禮拜一樣 開啟舊檔 找到Cursor01.db 然後你可以看到 那現在就兩個table 一個table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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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member01 這邊又有了 然後Browse data的話看一下 裡面有沒有member01 有member01 那表示你就寫入成功了 好 請各位 試試看吧 其實最難的地方應該是這一段 就是剛剛我講的這一段語法 OK 試試看 那我寫完了程式 在雲端的第48頁 第48頁 那我是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先把它先讀進來 然後上面先 把那個新增的部分 貼上面的六行 就是新增一個資料 資料庫 然後再新增一個資料表 那底下的部分的話呢 就是 那個什麼呢 這個 這個 從那個 這個 SQL Stream 還有這個 Cursor.sq 一直到底下 就是 Condent commit 然後最後close 再print 就表示協入成功 請各位試試看